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到这个上海市体校来 这个应该说也算是我的母校吧 我也是从小学三年级下半学期到上海市体校的 之后在这边训练读书大概也有读到初三我才离开 那时候目想就是我有一天能够站在世界赛场上 能够拿到冠军 希望你们也加油 努力 也希望你们能够像我一样成为世界冠军 因为我是打了有22年的羽毛球 时间也非常长 可能给你们比你们年龄大很多 你们其实应该不要叫我王爷孩姐姐 我觉得你们应该叫我阿姨 年龄会比较大一点 你们如果有什么很多的问题也可以来问我 有吗 你以前的英语成绩怎么样呢 我以前的英语成绩 你问对的地方了 我英语成绩那时候是最好的 对 每次测验的成绩家长要签名 还有就是教练也要签名 我非常地自豪地就拿我的成绩单给我们程师导 他每次先说这种成绩签签很好很开心 但是这么讲成绩差一点都不敢拿出手了 还有吗 您是几岁进入上海队的 14岁15岁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过去其实也是一个以视讯以集训的方式去的 2004年1月份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国家队二队就让我上国家队了 我中青队我都没去过 我直接上了国家二队 后来被教练留下来就一直在国家队待着 在国家队待了有12年半的时间 我从小到大一共拿过56个金牌 56个冠军 对 银牌铜牌这些都不算了 就算冠军 还有吗 还有一个 来来 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你在你成长的经历中 你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 在你遇到这些困难的同时 牛市剧怎么解决的 有时候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们有些小朋友可能会去逃避 就不要去想这个东西了 就逃避了 但问题还是在那边 他没有得到解决 就像我们以前打比赛输了 回去之后你要去总结 你必须把球给拿出来看 因为有可能你过几个星期 你还得要喷这个对手 可能看这个录像的时候 你会很难受心里面 知道自己这个结果是输球的 但没有关系 只要你自己看清楚问题 到底在哪里 那我下一次还要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你成长成功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在哪 你又不愿意去看 那你下一次面临的 你还是输球的 那你为什么要退避 那就不能像林丹那样打 时间这么长 因为我年龄大了 我伤病多了 所以我才退避的 其实我也想打的 只是我真的是打不动了 谢谢